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游教授谈音说乐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湖南卫视在播出的春天花会开 这个是一个大型民歌进唱节目 这个节目是一位网友给我留言 他说游老师,前两天新出的音宗春天花会开 第一期里面有个唱光的遗族姑娘,唱得很好 得票全场最高,很想听你点评一下 然后我才知道有这么个节目 这个节目我先说一下我整体的印象 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音乐综艺 确实从取材上,从这个定位上 这个格调确实在提升 我们前面一期节目讲到了 这个东方卫视做的这个音乐剧 爱乐之都 这个也是 原来大家认为这音乐剧 就是很高高在上的一个东西 现在呢,让通过电视 试图推向大众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这个春天花会开 就是通过电视这样的一个主流平台 把一些就是很经典的一些民歌 通过现在的一些流行的方式 通过这样的一个电视平台 推向大众 我觉得首先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题 我觉得经典嘛 这个东西还是需要传承的 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 我们的音乐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音乐领域 其实出现了很多非常好 非常经典的这些民歌 一些老艺术家 你比如像这一期里面 我刚才记录了一下 你看出现的这个洞天玉米香 像这个新货狼 这是好像我记得是那个郭颂老师的 还有像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你看这都是我们小时候 非常熟悉的这个这些民歌 还有彩云追月 你看红艳 这都是各个不同的 有来自不同地区的 不同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些民歌 在这个节目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来自遗族的 来自新疆的 来自内蒙的 还有藏族的一些音乐元素等等吧 就是说 这个对于呈现我们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 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我觉得这个选题 这个节目的定位 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它的这个方向呢 有一点是像 就是往这个世界音乐的这个方向发展 我曾经一直有一个看法 我说我们中国的流行音乐 如果想要想走向世界 其实还是必须要运用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的这种元素 我觉得这个平台呢 就用上了很多的民族音乐元素 在音乐改编上 乐队 其实我听的 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呢 我觉得整体这一场第一期 我看下来 我有点失望 就这里面的改编 就是没有让我非常的 为之震撼 也没有就是说 改编到让我 就是可以为他拍手叫好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所以说这一点我是失望的 不管是在音乐风格的把握上 还是在演唱这个唱功 唱唱这个演唱的这个声乐技巧的这个表现部分 我觉得都没有达到 我对这个节目的一个预期 其实我刚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第一个节目出来的时候 我挺兴奋的 因为第一个节目是 洞庭与米香 是他把它改成了一首 这个布萨诺娃 比较淡雅的 那种清新的 这样的一个风格 布萨诺娃嘛 这种音乐 它是融合了这个 巴西的 这个Membo 融合了巴西的音乐 Samba Membo 跟这个美国的冷爵士 相结合的这么一种音乐 这种音乐在西方很主流 就把这样的一个风格 基于这样的一个风格来唱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民歌 我觉得本位非常好 但是呢 听到中间的时候我就发现 就是音乐是变了 音乐是变得很流行 是布萨诺娃这种风格 但是呢 歌手在演唱的时候 在节奏上 他并没有特别的去贴合 这个布萨诺娃这种节奏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好多的歌手 在改编的时候 就虽然乐队在变 音乐在变 但是呢我们歌手在演唱旋律的时候 对这种音乐风格的理解跟认识 可能还存在一些欠缺 所以说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包括后面有一首叫红艳 好像是牛奶乐队 他们把它改了也 改完以后呢 就这个节奏 我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的 就是我感觉不是特别特别的到位 这种音乐跟这个人生唱出来 那个旋律的那种结合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 对不同的音乐风格 再进行一些更多的了解 更深入的一些认知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个呢 我们来说一下 这位网友提出来的 第一期里面 这个遗族姑娘 叫拉丹珠 她唱的一首《光》 我们先来听一下好不好 一听就很典型的 这个民族的这种唱腔 很有少数民族的那种味道 声音非常透 但是声音比较硬 嗓子是很高 奔嗓条件还是非常好的 我是一听就很好的 这种唱腔的那种 我爱的那种唱腔 神秘的那种唱腔 你是最美的那首歌 我爱的那种唱腔 能听那么开 好 我们就不听完了 就从这个歌 我们刚才听的那一段 就是这个歌手嗓子是特别好 这个是我们要承认 嗓子本身的这个嗓音条件 极佳 但是呢就是这首歌曲 一首民族的这样的一种 好像是有藏族风格 他虽然是一个遗族的那么一个歌手 但是这音乐里面带有藏族的那种元素 那么就是很让我 就是这样的一首歌让我听到以后 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世界音乐 他这个是非常就是偏世界音乐的 这样的一种风格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歌 我首先会把它拿跟哪些音乐做比较呢 我会想到阿杰谷 当年那个何迅田做的 就朱德琴唱的这个阿杰谷 这个是在世界上非常轰动的一首 这个也是用西藏 西藏的音乐元素做的一张专辑 当年在欧美非常风行 我会想到那个云之南 当年做的非常好的一张 也是世界音乐 就是用云南的少数民族音乐做的 还有像西藏的什么天唱 这都是我们之前听过的脑子里面 印象里面有的 做的很好的世界音乐的这样的一些唱片 用少数民族跟这个流行的一些 现代的音乐元素结合 那么这首歌曲 它具备了这个世界音乐的这样的一些大框架 音乐的元素 是民族的元素 将它流行的一些编配 跟现代的音乐的一些技法 但是呢 整体提下来 我感觉 就是没有让我特别的 就是为之较好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感觉 我总觉得感觉好像差点什么 可能是因为期望太高吧 因为我们总是想把它拿跟阿杰谷去比 因为阿杰谷是在世界上 已经被西方很多音乐界认可的那么一张唱片 但是呢 我就觉得像湖南卫视这样的一个节目 就是我们到了 这个就是要说到 我们应该拿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去看它 如果仅仅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综艺娱乐的节目来看 我觉得这个歌手唱的已经是非常好了 就整体的表现也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把它放在一个真正的音乐 专业的领域 就是以一个世界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这种歌 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层次 就离像阿杰谷那样的标准还差得挺远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另外我想说的是 这个节目 从这个形式上来讲 我是特别推崇的 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些音乐综艺节目 其实应该更多的来推广我们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喜欢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是一种语言 就是是讲 就是说表现音乐的一种语言嘛 就跟我们讲故事 我们是用英文还是用中文还是用什么语言 就是语言 我觉得用流行音乐这种语言来讲故事是非常好的 我们如果想把中国的这个传统的音乐文化推向世界 我们用国际通用的语言 比如说我们用英语来讲中国的故事 这就挺好让外国人能听懂嘛 如果说这个 就是民族音乐 我们用流行音乐的这种表现 流行音乐的表达方式 用什么爵士 摇滚 不算多 像雷鬼 R&B 等等这些流行音乐的语言 这是西方普遍接受的 欧美很多人都能够听得懂的音乐语言 所以你用这种音乐语言来讲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 这个对于音乐文化的推广来讲是很好的 而且呢我们中国音乐的发展 我觉得也要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走 这样的话我们的中国流行音乐才能够融入到 就是世界流行音乐的一个主流语境中来 因为流行音乐我们就不用讲了 那么我们推广民族音乐这一块 不管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什么国风也好 还是这个民歌也好 我觉得但凡是民族音乐元素 我们中国传统的古典音乐元素 或者是传统的民间的音乐元素 我们但凡想把这些东西要 让更多的中国之外的听众 能够听得懂能够理解 我觉得这个就需要我们 打流行音乐的这种元素来结合 我觉得这个节目在形式上 他做到了 但是呢 他的内涵 他的这个层次 就离我们期望了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距离 从整体的演唱来讲 我感觉第一期看下来这几位歌手 演唱的唱功 好像离 好声音啊 或者离其他的一些选秀的那些节目 可能还要差一点 好像还没有说唱的 就是好到那种程度 反正我不知道我的感受 对还是不对 这个只是我听完以后第一期的这个感受 第二期 可能还有一些新的歌曲 我刚才看到了这个预报 有什么赛北的雪 还有一些其他的好的经典歌曲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通过 我觉得至少吧 这个节目 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他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 主流的湖南卫视 那么大的一个收视率的这个平台 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听到过去的一些经典的民歌 因为这些民歌说实话 现在很多年轻人是 很多是没听过的 你看这些这些经典作品 我们小时候是耳熟能详 我们小时候都听这些歌曲长大的 但是呢 现在的年轻人 因为音乐的选择性太大了 尤其是00后 你看现在很多的00后的孩子们 都是在网络上长大的 在网络上听的网络上的音乐长大的 所以他们听到的信息 获取的这个信息 获取的音乐的东西 实在是太浩瀚了 就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 我们那个时代就是听音乐 就是广播电视 或者磁带 就是渠道很有限的 但是现在网络这个世界 犹如海洋般的那种广阔 所以大家对音乐的选择 就会选择最近的一些东西 而对过去经典的东西 然后呢 你主流的平台又没有推广 所以大家接触到的相对的就比较少 我觉得这个节目 这一点在推广上的意义 大于它本身现在体现出来的音乐本身的这个意义 好吧 这个是第一期 看完以后 我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么后面的这个节目呢 我可能会继续关注 我觉得这几个节目呢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一个是这个 叫什么春天花会开 还有一个就是东方卫视的爱乐之都 我们都可以关注一下 对 纠正一下 上一期节目里面 讲到的爱乐之都 我说东方卫视 现在节目做的越来越好 我说深入人心 因为这个 好多网友看完以后跟我提出来 深入人心湖南卫视做的 对对对 我想起来 因为我当时说的时候 我就那么一拍脑子 就哗哗全就说出来了 因为我录这个节目 都是不写稿子的 是没有稿子的 就是一开机 我就直接录的 所以说很多时候 都是记性及时 就说出来的一些话 如果有说错的 大家给我纠正 我的歌 由你来听 这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我的歌 若能唱动你的心 我愿用一生的感情写下去 我愿用一生的感情写下去